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在晚间七点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节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4年的5月22号礼拜四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要来讨论一下过敏 包括花粉过敏 包括食物过敏 以及治疗还有他的症状各项问题 邀请到的嘉宾是南湾过敏急哮喘专家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安林医师 徐医生你好 好久不见 周乐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都认为在春天的时候是花粉症最旺盛的时候 其实到了进入夏天也是花粉症比较厉害的时候 但是花粉的过敏源就不同了 对呀 春天的时候在我们湾区呢 主要是一些树花的花粉 树花 树的花 对 像比如说松树啊 柏树啊 还有慢生边缘的橡树 核桃树啊 这些呢是主要在早春和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天三四月份这段时间引起花粉的 那其实等到天气暖和像现在的这个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草花的季节 草花 好那举例说明解释一下草花大概有哪几种类 OK 其实我们常说的过敏当中引起过敏的这种草花花粉 是指就是像我们草地上的草 它有不同的种像比如说 Bermuda grass啊 Kentucky bluegrass啊 Ryte grass啊 这些都是不同的名称 但是实际上看起来都是这种绿色的细细叶子的草 在我们的山里漫山遍野的 其实都有这种野生生长的草 grass 那它呢到四月到六月期间呢就会抽出像麦穗一样的这种东西 那看上去像一个小麦穗事实上那个是它的花 那它因为是枫梅花 它没有花朵 它要靠枫来传粉 而不是用昆仲来传粉 那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 它会产生非常多的花粉 飘在空气当中就会引起很多人的过敏 草花引起的就是在每一年的四到六比较盛行的时候 对 那这样子得来的敏感的话 我们的症状是什么呢 其实树花过敏或者是草花过敏的症状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过敏源不同而已 就引起这个症状的原因不一样 OK 那症状呢有 大概有很多病人现在都在go through这个啊 就是眼睛很痒啊 然后一揉就红啊 然后呢鼻子很痒啊 打喷嚏啊 一打起来好多个停不下来啊 然后这个鼻水长流啊 这个鼻涕就是这样子流出来 然后鼻塞啊 那有的病人呢还会有喉咙痒喉咙痛 耳朵痒 耳朵痛 或者是耳朵堵起来 像坐飞机一样 这个 OK 这种感觉 您提到的好几个症状 可能是单向或者是有几项 或者是有一些人比较不幸的的话 就所有刚才所提的症状 大部分他都有 对 所以病人 这个我们的病人可能他会就像周朗讲的 他可能是一项 或者他有好几项 或者所有都有 还有一个就是咳嗽 有一种就是过敏的现象叫过敏性咳嗽 那这个病人就会老觉得喉咙那边卡了什么东西 就是一天到晚就不停的咳 不停的咳嗽 这个最近的天气比较热 但是有的时候又夹杂一两天的比较低的温度 或者是伴随着有风 所以有几项症状发生的时候 这个病人本身真的以为自己不是过敏 而是得了热伤风 对 所以其实这个伤风或者伤风感冒和过敏的症状 有的时候是确实是很难区分的 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一般自己用的方法 或者跟病人说的方法比较简单的 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过敏呢 那多半的时候两个礼拜啊 三个礼拜甚至两三个月 同样的症状一直会持续 因为同样的花粉它会开那么长时间嘛 一般如果是伤风的话 大概一两个礼拜症状就应该完全消失了 就应该自然消失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过敏病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痒 感冒的病人呢 很多时候会觉得鼻子痛啊 头痛啊 喉咙痛 它会有一种痛感 因为它是那个病毒感染引起的 而过敏引起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痒 嗯 是痒 对 其实每一个病人呢 在有几项这个症状的时候 都要自己好好的观察自己 对 才能够知道有哪一些症状是有的 跟哪一种引发的原因比较相似 然后才能够比较正确的去就医 对 如果实在不知道呢 就找自己医生询问一下咯 Family doctor是吧 对 Family doctor可以开始 嗯 嗯 如果觉得自己可能跟过敏症状有相符合的话 我们也很愿意帮助 当然我了解 可是有一些人呢 他自从到美国来以后一直都 这个体质都没有敏感的 嗯 嗯 万一得了以后 也许在最初的一两年 他都不认为自己是敏感 或者是过敏 而他得的就是过敏 对 那其实今天早些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病人 他就说呢 他的鼻子塞起来很不舒服 那去年他其实夏天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眼睛痒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鼻子塞起来 他以为感冒了 但是从年初一直到现在三四个月的时间 这症状都没有消失 嗯 所以他就想说哎 我是不是过敏 所以来找我 那他已经到美国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六七年 对啊 那今年是第一次有这些症状 今年是第一次有这个症状 那上个礼拜我还看了一位女病人 她很有意思啊 她来的时候眼睛都已经肿起来 嗯 然后她说我这样子会不会就长皱纹了 哈哈 然后她就说她说 西医生你一定要帮我啊 她说我下礼拜要去做cruise 她说我不能这样照相 嗯 所以我就赶快给她了一些比较强一点的药 所以她这个礼拜回来的时候就看上去好多了 嗯 她也是第一年 一来就很厉害 所以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来寻求过敏医师来治疗的时候 多半都是用药物 但是必须要经过化验是吧 对 所以我们知道过敏其实有三个组成部分 那第一个呢 就是说有一些过敏源是可以从环境当中去除的 比如说成蚌呢 可以做一些至少减少吧 那小动物的皮毛的这个过敏源呢 也是可以做一些减少 那第二部分呢 是用这些化学成分的药物 那第三部分呢 比较严重的病人我们就会用脱敏针 或者想要根治的病人我们就会用脱敏针 不管我们是要介绍环境清除或者用脱敏针 我们都必须要知道这个病人对什么东西过敏 那因为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确实是需要做过敏测试的 做过敏测试 做过敏测试 我知道也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即使做完了过敏测试 也不能够保证 他这个原因真的会找出来 如果是对呼吸道的过敏源像花粉呢 灰尘这种过敏源 如果用的是那个皮肤测试的方法 那他的准确度是有达到95%以上的 那相当准确了 他相当准确 当然像我们看这么多病人 有没有例子说 他症状完全符合过敏 但是就是怎么也测不出来 那也是有的 也是有就是那5%的病人 那5%的病人比较少了 如果用血液检查的情形呢 他的那个准确度是稍微差一点 大概有70%到80%的准确度 好那治疗的方法是 当然我们都说对症下药 治疗的方法 哪一种过敏是怎么样来治疗 或者是有紧急情况的发生的话 是不是要用特殊的治疗方法 周乐你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而且问的这个面很广 其实从大面的 大的方面的这个过敏来讲 除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花粉过敏之外 还有过敏性哮喘 食物过敏 皮肤过敏等等 那这些他的治疗方法 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 那有一些情形 比如说哮喘和食物过敏 确实他在非常严重的时候 是可能引起生命危险 所以绝对是有紧急处理的方法 那一般像花粉过敏这样 主要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 那过敏的病人 真的会很miserable 但是至少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那我们治疗的方法 就会除了脱敏针之外 其他的呢 基本上都是用的药 都是很类似的 听说最近两三年之间 有一些过去 都是一定要处方药 现在都可以在 over the counter买得到 那这些在我们可以 现在随手在架子上 就可以拿到的药 他们的剂量 就是他的成分 有没有不同的level 有强 比较弱的分别呢 对 所以在柜台上 可以拿到的这个 治疗过敏的药 其实有非常多种 这个刚刚开始过敏的病人 也确实一个很好的 开始的地方 从最早前的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 口服的抗组专案型的药 Antihistamine 那它分为两个两代 第一代呢 就是Benadryl啊 和 Claritin Claritin是第二代的 那像Benadryl这样的药呢 它呢 药效很强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大 人会困 白天吃呢 开车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是 所以呢 这个一般我们不建议白天吃 那像Claritin Allegra 和Zertac 这三种药呢 是第二代的 它们困倦的副作用小得多 它能够持续一天的时间也比较长 但它的药效呢 可能比班道座稍差一点 这是它的一个trade off 那还有一个类型的 就是带decongestant 像Claritin D Zertac D Allegra D 这一类的药呢 我在成年人是不太建议用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decongestant 这部分呢 是sudafet 它会增加血压 我今天才看另外一个病人 他就是当初吃Claritin D 血压 他平常的血压 大概130 90 所以稍有点高血压 这个男生 略微偏高 略微偏高 他吃Claritin D就增加到200 哇 高很多 高很多 那是会出问题的 是的 所以呢 这一类的药呢 我不建议每天吃 如果吃的话呢 必须得吃的话 要测自己的血压 那现在呢 还有一些低眼睛的药水 就眼睛痒啊 低眼睛药水 这一呢 是大概两三年前 开始Oral Counter 很不错的 有两种 如果听众朋友 需要可以记下名字 一个叫做Optivar O-P-T-I-V-A-R 另外一个叫Zaditor Z-A-D-I-T-O-R 那这两种药呢 药房自己出的 Generic效果 也不错 低眼睛的药水 我不喜欢的 叫Y-C-N 哦 OK 哦 那个反而是 很popular的一个brand 对 因为它广告 实在做的太多了 哦 我是非常不喜欢 这一类的药 因为它是个 血管收缩的药 它可以让你 这个红红的眼睛 一下子看得变得很白 变得很clear 很clear 很漂亮 但是呢 用多了这眼睛会上瘾 我有见过这样的病人 就是说一天药 每两三个小时第一次 他真的厉害的时候 我甚至需要给他 口服的肋骨唇激素 才能够把这药停下来 所以这类药 在我的意见来说 我觉得是应该 从柜上撤下来的 但是FDA是不听我的呀 那还有一个 一类喷鼻子的药 现在很快就要 go over the counter 那它叫做flownase 这是最老的一个 处方型的治疗过敏的药室 那个喷鼻子药 好像FDA已经刚刚通过 让它可以over the counter 所以有需要的病人 可以去用 可以看一下 这个药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有青光眼的病人 它有可能引发青光眼 所以有青光眼的病人 或者家族有青光眼 家族时的病人要小心 是 为什么FDA会允许这么多过敏的药 从过去两三年 一直从处方药变成over the counter 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们在进一段广告之后 回来继续请教徐安玲医师 徐安玲医师呢 他是一位西医 他一共在南湾有三家诊所 包括在San Jose 也包括在Mountain View 有一个统一的做Appointment的电话专线 408-286-1707 408-286-1707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的空中医疗站 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徐安玲医师 他是在哮喘以及过敏方面的专家 在南湾一共有三家诊所 有一个统一的Appointment的电话 是408-286-1707 刚才我在好奇的问 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过去的处方药 现在都可以在over the counter买得到 那这个趋势是不止过敏 而是其他的病症都有这种趋势 就是变成over the counter 或者是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 这么普及 我觉得我是 首先我不是给FDA工作的 所以他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决定 我只能够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猜想 就是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定 首先我们讲到就是说过敏 其实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 每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有过敏 差不多美国将近要有一亿人有过敏 他在小孩子当中是 头三大慢性疾病之一 在孩子当中 所以他就是得这个病的人很多 所以这样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的原因呢 就是说有一些过敏药 当然这个过敏的药物必须要 他的专利过期了以后 那一般要差不多20年的时间 对 专利过期以后呢 才有可能变成柜台上的药物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 为什么很多过敏的药物 可以变成over the counter 是因为他的副作用比较小 就一般现在甚至是处方的过敏的药物来讲 副作用也都是相对 在所有的吸药当中是非常小的 所以呢 FDA呢 就比较放心 可以由病人自己去买这些药 也不会出大事情 明白明白 make a lot of sense 像抗生素的药物 它就不会 绝对不会让你 over the counter 口服的这些 对 在医生在诊断方面 如果有一些病情 不能够用over the counter 就来满足 或者是治疗他的病的的话 医生大概会怎么样治疗 然后采取的这个药剂 又是怎么样不同的呢 那就讲我们过敏专科医生吧 是的 我觉得我们主要的说 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分辨 这个病人到底是过敏 还是其他的病 比如说很像过敏的 就是鼻子过敏 就是鼻痘炎 那你觉得是过敏性的 引起的咳嗽 但它有可能是哮喘 所以呢 有一些其他的病 你以为是食物过敏 但它也许是药物过敏 或者是擦的东西 所以这个医生 他所能带的 就是他的经验和他的知识 帮助病人分辨 他到底是不是过敏 然后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那从药物的 从治疗的手段来讲 比如说脱敏针 你不仅是不可以自己打的 而且一般的医生证所 也是不会打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管是你的家庭医生 还是我们用的这些 处方的过敏的药 一般来说都比较新一些 它药效会更好一点 因为20年是这个专利权 对 在这20年之内 有新的出来 总的药比以前好 FDA才能够 approve 可以处方 道理在这里 对 徐医师 但是在过敏方面 有一些发生的症状 就是皮肤上 皮肤就有的 这个长的部位 实在是很敏感 有的人他就是在脖子 脖子上一大片一大片的红的 然后又痒 那让这个病人实在是受不了 可是呢 我这个并不是说 对某一位医生有挑剔 而是说这个病人呢 他就去找了一位过敏的医生 那这个过敏的医生 为了解除他的痛苦 或者他的discomfort 就给他打一个肋骨唇的针 一针下去 就已经消失了 在您的角度看 这个是 他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给他的是一个肋骨唇的针 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 当然每个医生 有他自己的想法和原因 不了解的话 我也不应该妄下判断 但是我想在这里说 就是 我们的诊所 是没有肋骨唇针的 因为在我的意见 在我的观念当中 现在没有一个过敏的药 需要用这样大剂量 在身体当中存留这么长时间 因为你打一针 他在身体当中要存 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 好比口服激素这么长时间 是的 这样子就是对身体 他本身对身体有很多的副作用 我觉得有这样的病人来的话 首先你要找出来 他为什么脖子上长这样子的大片的红疹 他对什么东西出现了问题 因为最终你还是要找出来 他用的不好的东西 你以后不能再用了 对 你打一针 这个激素针就是掩盖症状 如果他将来碰到这东西 他还会有问题 难道一直不停地打下去吗 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合适的一种做法 这个人体 一个人的人体 是不是一辈子 对于打这种激素的针 能够承受的限度是有限的 所以激素呢 当他以注射或者口服的形式 到身体内部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副作用 主要的副作用 一个他真正的是减低免疫力 他会减低免疫力 至少他在有效的那段时间 第二个呢 他增加糖尿病 骨质疏松的几率 还有肥胖症的几率 青光眼白内障 那这个人得这些病的几率如何 是怎样呢 是跟他这一辈子所接受 这个激素的 不管是注射还是口服 跟他的剂量有关 时间长短和剂量有关 所以在我们的角度来讲 注射激素 它副作用对身体伤害是最大的 第二是口服的 而外用的 不管是擦的 还是喷到鼻子里 滴到眼睛里面 它的副作用是最小的 OK 所以在我用激素 我也有时候会需要 用激素型的药 我用的 我都是以这种反过来的 这个顺序 从效果 从副作用最小的地方开始 有必要的再往上推 OK明白 我们今天要利用有限的时间 除了讲花粉 或者是草花的过敏 也要来了解一下 关于食物过敏的方面 食物的过敏的这方面呢 你有了这个过敏 有的时候症状发作的非常的快 并且也非常非常的严重 有的是在表面 有的甚至是在身体的里面 所以这个不得不注意 到底这个敏感 或者是这个过敏 食物也好 或者是对于外界的环境也好 遗传的基因的因素 占有多少呢 我们一般是这样讲 如果父母当中有一个有过敏 小孩子有50%的机会会有过敏 父母两个都过敏 小孩子有大概75%的机会会过敏 所以遗传的这个过敏性的 这么多年了我也开始说过敏性体质了 这个所谓的过敏性体质 就是一个tendency 确实是遗传的 但是对某一样东西过敏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没有特定 比如说父母可能对海鲜过敏 孩子可能对花生过敏 所以他过敏的特定的东西 跟他接触到在某个时间接触到都有关系 是这个小孩子 有的是在幼稚园 有的是进了小学 他不得不跟外人 还有跟外面的环境接触 马上看到他有这个过敏的表象 这些症状就觉得小孩子特别可怜 对 他自己也很无辜 有的是就看到柔的一双眼睛 像个兔宝宝一样红红的 当然就带来找过敏医生 那您也是按照一般的一步一步的问问题 然后给他做相应的测试 然后再继续诊治 小孩子的过敏就要重复的 每一年都要吃药或者是打针吗 那要看他对什么东西过敏 如果要是对食物过敏的话 我们一般大概一两年会重新再继续观察 就是他会不会消失 现在的牛奶和鸡蛋过敏的孩子 我们可以用active的就是让他适应的方法 可以把它去掉 就是有点像打脱敏针 但是用口服的方法 这不能自己在家里做 这一定要医生观察 所以我们诊所现在可以做这个 那如果是花粉过敏这些呢 厉害的时候确实有可能需要打脱敏针 脱敏针一般过去的人都觉得这个到了打针的地步 是已经很严重了 还有认为打针 哇那他的后遗症可多了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误区 请解释一下 脱敏针它的安全性是跟大家所想的都不一样 反而更高 对我们在美国所讲的脱敏针 事实上不是指这些肋骨唇的针 反而它是一种全自然的治疗方法 在美国知道过敏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一百年的历史 对从一九一年的时候就开始 那它是由宝泰公司去采集不同的花粉 把里面引起过敏的蛋白质提取出来 然后根据这个病人有什么过敏 我们把它混成蒸剂打在病人的皮下 它事实上是一种育苗 它刺激这个病人的免疫系统 自己产生保护性的免疫力 这个脱敏针里面不含chemical 没有化学成分 怀孕的妈妈都可以打 我自己怀孕的时候就打过脱敏针 怀孕的妈妈都可以打 对胚胎都没有影响 小朋友五岁以上 一直到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 如果有需要都可以打 它对身体内部器官没有任何影响 对孩子生长也没有任何影响 这么的没有副作用 对而且它是唯一有可能治愈过敏的方法 治愈就是治根 对所以有些病人打了脱敏针之后 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他的过敏症状都不回来 哇好我们的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我知道我在问的问题的方面的 一定还有一些没有问到 您认为是跟听众朋友很有重要关系的 请您做一分钟的补充 除了我觉得你问的问题都很棒了 都很完全了吗 我觉得跟现在有关的花粉过敏的这些 我们基本上都cover到了 过敏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表象 像食物过敏 皮肤过敏 哮喘 这些那它的诊断和治疗都还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困扰 请致电408-286-1707 408-286-1707 看看您自己的住处 或者是您自己的服务的单位 是靠近徐安林医师 他在南湾的三家诊所的哪一个地方最方便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再度能够访问到 徐安林医师 谢谢您 谢谢周乐 祝您有一个happy summer Thank you You too 听众朋友 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之后 我就要来访问金算子惠敏博士 我们马上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您回到财经天地 金算子惠敏时间 嘿惠敏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国股市今天收盘的成绩 标普500上涨了4.62 坐收在1892.65 道琼斯上涨了11.3 收市是在16544 NASDA是三大指数 的大赢家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五七等于二十三点四五点 坐收在4154.99 并且搭配其他的经济原因 国债票面价值上涨 而十年的国债的回收率反而下跌 惠敏请教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觉得啊 这可能是联邦放出来的一个烟雾弹 这是就是让大家感觉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你想想当时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五月中旬的时候啊刚刚发出说哎呀有可能Q1要缩减你知道那时候有多恐慌吗 十年工在回收率在几个星期之内狂涨了0.5个百分点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在基本上今年年初的时候都保持在3.0左右了 在前几个月一直在2.752.82.9之间徘徊 现在居然前几天降到了2.5左右 而且银行相应给的这个利息三十年固定的利息 以及所有的ARM的利息呢都非常非常的好 特别ARM的利息都跟最低点的时候最多才差0.25到0.375 三十年固定也比最高点的时候去年中旬七八月份的时候啊将近降了一个百分点哎 我觉得我personal认为这是什么感觉这是对银行来说 他觉得可能以后就再放钱的机会就做这一盘低轮低利息的机会快没有了 而且现在呢经济很快要复苏房价在会长对他们来说风险很小 所以他给的利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低 不然的话你想想现在的QE都已从850亿降到了450亿了 利息反而还降了比还没降之前反而降了 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性呢 我觉得这是银行在跟我们客户同时都在打一种心理战和一场 我觉得他认为必胜无疑的一场战争 哇这样听起来这个是最后低利息的机会了 惠敏 对我觉得是必须把握住 我觉得还不要像说原来说哎呀我起码早码 现在是只要抢到一匹好码赶快上吧 我的感觉是 所以惠敏博士来给我们的整个的经济做一个summary 好我们先看一下最近公布的几个比较好的数据 你看这个费城联储局周星期五 也就是上个月的5月16号公布的季度调查报告显示 经济学家上调了对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期 同时对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下降的前景的展望 总体上表示很乐观 这是第一 第二个好消息呢 就分析师预测经济第二季度年增长率会达到了3.3% 此前只觉得只有3.0 第三季度增长率从以前的2.8%上调到2.9% 第四季度从2.7%上涨到3.2% 同时经济学家预测整个2014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增加2.4% 然后此前2月份的报告预期增长2.8% 这一休下休归咎于第一季度 你觉得好像原来只有2.8% 怎么2.4% 主要是第一季度的比较出人一雕的疲软 因为是大雪的原因 然后此外 2015年增长的预期为3.1% 同2月份调查报告基本上保持一致 从employment还有unemployment的这个数字又有什么summary呢 这个指数也是相当的好的 第二季度招聘步伐跟前一个季度比较相应来说是加速的 飞龙就业人数现在平均每月新增大约是23.2万人 此前预期只有19.35万人吗 而且第三季度新增人数将有所缓和平均为20.47万人 此前预测只有19.52万人 而2014年呢 全年平均新增的人数为19.65万 2月份调查报告为18.77 预测第二季度末将达到就是失业率呀 就是将达到6.4第三季度将下调到6.3 你看劳工部4月份的调查报告都表示失业率已经降到了6.3了嘛 其实到了6.3就离6%就不远了 对 那是2008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最低点了 对 这个礼拜央行在每个地区的主席都频频的出来喊话 其中以在旧金山联储局的银行的副总裁讲话的最具代表性 我们请惠敏来告诉大家 他说FED削减这个国债的计划已经接近了最后的阶段 并且暗示明年下半年很可能就开始涨息了 所以你看看这样的数据的情况下居然利息还在降 你说这不是黎明前的黑暗又是什么 现在就看这个黑暗维持多久 好 所以呢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可以观察周遭的环境 认为5月以来的最低点就是现在 那么可以表示 现在的低利息的情况是应该要把握最后的机会 千万不要错失了良机 现在看看什么样的利息 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是应该要准备自己考虑refinance了 因为这个是非常creative的 我们的头脑子里面一定要把自己的comfort zone 铺的面更大一点 先请惠敏来告诉我们做贷款的步骤 以及应该准备哪一些工作 好 我在讲这个之前稍微修正 你刚才说的一句话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句话 你说不是今年5月 而是从去年5月 你知道现在的利息 是从去年5月到现在 这一年来的最低点 这是一个关键词 哇 对 那这个time range就更大了 所据的代表的意义也更重要了 好 我们先讲一下 其实做贷款非常简单 如果你不序 你说哎呀 我要准备每次 别人叫我做贷款都麻烦麻烦麻烦的要死 我说 那叫难者不会 会者不能 其实非常简单 打个电话给我们 然后我帮你脑子里顾虑一遍 告诉你你要准备哪些东西 基本上就填一个申请表 这个申请表呢 如果你觉得很费劲 不要紧 你只要会 简会填的天 我们都给你mark出来 你名字 soucius quit number 你的生日总知道吧 这个申请表 该填的时间 我觉得不应该超过10分钟 然后该准备的东西 一个月工资单 两个月银行存款 两年的W2 如果你是self employee 有很多房子的话 的话 我们可能会问你要tax return 不然的话 这三样东西就足够了 最后签字的时候呢 我们做了十几年 都是这么做的 坚守这个底线 就是永远 就是以客户 怎么轻松 怎么来 我们永远不会让你专门跑到 哎 顶正风 下的雨 跑到泰特公司 为了省那么一点 我们省这么一点点钱 我们会 painautary public 到你家里去 你不管什么时候 或者你觉得家里不方便 就进到图书馆 starbucks 你找一个地方 就给你签字 周末和晚上都可以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 no point no cost refinance 但是是在屋主 自住屋 as of today 我们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利息 好 我们先讲一下 conforming loan 就是贷款利贷款的数额 小于40一万七的 这个我们有些fixed loan 和arm的loan fixed loan 我们最低30年固定 现在可以拿到4.125 当然 如果你要想拿到4.0 也有可能 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房子 single family house 然后没有任何家建 没有premier的地方 再加上了你这个房子 你的快利分 只要超过740分 long to value低于 超过740分 long to value低于75% 我们就基本上 可以拿到4.0的利息 这个利息 也是no point no fee 但是带上inpun就可以了 好 20年固定 20年付清 我们现在最低 可以拿到3.875 15年固定 15年付清 我们最低 只要是single family house 我们甚至拿到3.125 当然如果你要是condo的话 或者townhouse的话 3.25 但对不起 我只要讲一句 小小的问题 这么低的利息 对我们去别的地方 我一般都敢做 但是只有一个地方 旧金山这个地方 San Francisco的房子 基本上lander 是很歧视你的 这个最低 天下最刁砖的lander 一定歧视你 没有一个例子 旧金山的肯给你做 因为旧金山的房子 好多都因law 都有什么车库改建 因为大家都想租出去 那个地方很多旧房子 对 而且还有 改建的很多 对 还有好多地方 没有permit 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麻烦 好 十年固定 十年付清 我们现在最低 可以拿到2.875 townhouse arm 就是30年的term 前十年利息固定 我们现在这个利息 最低可以拿到3.625 好 七年 所以我们最低 可以拿到3.25 五年可以最低 拿到2.75 甚至我们可以 小小的商量一下 2.625 都是有希望的 但是这个要伴随 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 对 每个人不一样 super conforming 41万7到62万5 我们现在这个最低的 30年固定是4.25 即使对condo和townhouse都适合 然后有加件也没有关系 我这家lander比较友好 4.25 no point no fee 可以做出来 20年固定 20年付清 我们现在最低 可以拿到4.0 15年固定 15年付清 我们最低可以拿到3.375 townhouse arm 就是说30年term 前十年利息固定的 我们这个利息3.75 比30年固定 有相应的低了 0.5% 7年3万 我们最低 可以拿到3.55 五年 现在可以拿到3.0的利息 听起来蛮低的 非常低 好 现在来看最大额贷款 就是超过62万5 一直up to long amount 200万 30年固定 你知道吗 这个30年固定 相当的理由好 这个利息可以拿到4.5 但是很奇怪的现象 我做这个super jumbo的人 反而喜欢做3.5年 最多到7年 做30年的人非常少 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有很多人是这样子 原来他是财力比较雄厚 他可能有别的地方 还有很多房 他随时可以卖 所以他随时可以把弄放下来 他反而不愿意做很长时间的 他想压低payment 对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30年固定 这个4.5的利息相当相当 说句实话 我只能加上相当相当相当 加三个相当的友好 原因是当我们的时候 是在 我记得两三年以前 即使在那时候 super conforming的30年固定 相当低的时候 都低于4个百分点以下的时候 但是呢 对这个super jumbo 一般银行的时候 没有看到曙光啊 没有看到大房 能返回来的这种曙光 他反而都是5.0以上 都没有见过低于4点 就5.0的 现在在这个 super conforming和super jumbo 只差0.25的情况下 我觉得 如果你要是想长期保持房子 也有可能想买一个 就是将来就是 就是退休的退休 不用worry任何事情的话 30年真的可以考虑 它4.5相当的低 15年固定15年付清 它是3.75 当然这个payment相当的高 做的人很少 Tone one arm 我们现在最低 可以拿到3.875 7年最低 可以拿到3.625 5年最低3.25 都是no point no fee 甚至还有三年的 这个三年的是2.875 也是no point no fee 好 我们现在成胜追击 来看一下 投资物业refinance 但是也是no point no cost的 对 投资物业 它的program比较少 只有conforming loan 和super conforming loan 当然超过62万5以上的 super jumbo loan 对one unit的house来说 我们so far 大概已经快6年了 没有见到任何lender con offer 所以我们现在将就 哎呀我要 假如说我是超过62万5以上 你想去买投资物业的话 对不起 你要自己把payment 先准备好 当payment 先准备好才可以 好 41万7以下的呢 我们的conforming 你要求投资物业 必须放25%的当 这个贷款利息 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refinance 因为purchase它每个地方不同 closing cost的不同 所以你就是讲 因为你为什么利息 你要想做no point no fee 你利息可能会正负 差个0.125的样子 好 这个呢 30年固定 我们最低 是refinance的话 30年固定 我们最低拿到4.5的利息 15年固定 3.625 7万1arm 3.875 10万1arm 4.125 有好多人投资物业 喜欢做arm的贷款 因为他觉得投资物业 不必要保持30年 或者15年这么长 是的 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讲 investment property no point no cost 的refinance 贷款的银码比较大 是41万7到62万5 之间的利息 super conforming的 investment property的贷款 如果你要是refinance的话 要求你 就是loan to value 低于65% 但是如果是purchase的话 意思就是说 你要准备35%的当payment 才可以 这个贷款利息 如果原来是 只要closing cost 在3000块钱以内 对refinance来说 当然你要是purchase的话 如果就要像 Santa Clara County的旧房子 或者是洛杉矶那边的 那个county的旧房子的话 因为大部分的钱 都是seller出 所以他closing cost 也可以控制在3000块钱以下 这样的话 我们30年固定 我们最低可以拿到 4.625 no point no fee 我们帮你把1.75 poin买掉 还把你closing全部cover掉 所以最低能拿到4.625 15年固定 15年付近 我们现在最低可以拿到 3.75的利息 7万arm 我们现在最低可以拿到 4.0的利息 10万arm 最低可以拿到4.25 都是no point no fee的 其实惠敏听到这些 不管物主自助 或者是投资物业的利息 都蛮低的 当然是很低的 很低的 去年最高的时候 你知道将近一个百分点 而且在这种QE cut到400亿的情况下 所以聪明的BORR实在是要利用黑暗前的黎民 要掌握低利息的时候 赶快把自己家最大的一笔负债 把它安排安排好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就回来继续讲一个贷款小尝试 包准对您是非常有帮助的 想要找到惠敏金算子 请致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就可以预约一个一对一的面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的 现在到了我们贷款小尝试的单元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是一道数学 简单的数学计算 但这个数学计算的看起来是是而非 因为太多人问我们这个问题了 而且这个小小题呢 其实在我这么多年 给你做了七八年的这种访谈礼当中 这种东西我其实已经讲了无数次了 我自己记得有记忆来说 我就记得最少三次 但是呢 因为啊 现在是这样 老的听众还在听 新的听众在更新 用家进来 对不对 所以这感觉就是真正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带新人在买房 你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的话呢 他们就永远有这么一个疑问 你看像我曾经做过这么一个事情 有一个客人十年前做的贷款 然后他的贷款利息 当时我们做5.5 都已经三十年固定最低了 当时到3.5的时候 他从来不做 直到去年4.5的时候 有一天我不小心想到他 跟他说服 才想到这个问题 你想想 何况是好多新人呢 那还是个老人 他买房子 他都有这样的概念 而且还是个中国人 还那么聪明的中国人 他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何况是现在 比如说有一道简单的数学题 他们会这么讲 说我现在三十年固定 假如说是去年5月份做的 因为我们现在想想嘛 现在的利息是去年以来 5月份以来的最低点 一年以来最低点了 去年假如说 我是去年5月份做的 当时我三十年固定 是4.5的利息 当然我们现在最低 三十年甚至能做到4.0了 甚至4.125了 但是我用个特例 我就说 哪怕降0.125 4.375 OK 比如说我去年是4.5 现在是4.375 已经配了一年了 我值得付吗 好 你这个问题呢 想起来呢 他们就计算说 肯定我不付 我肯定不refi refi干嘛 我前面一年的钱白交了 为什么白交 他们是这么样计算的 然后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错在哪里 精确的数学计算在哪里 你说打个比方 他是这么算的 他说你看 我是去年5月份买的 我已经付了12个payment 我是41万7的贷款 我现在贷款利息4.5 我现在每个月付payment呢 是2112块9毛钱 我after12个月的payment 你知道我现在的本金 还剩多少吗 410273 就是41万0273块 没错 然后呢 我就说啊 我现在如果利息变成4.375了 好 你给我来个三十年固定 你看起来 我的monthly payment是降低了 是2048块4毛3 是的 对 你看降了好像100多块钱 你看着还不到100块 我看着还蛮开心 但是我其实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你看看 你又把我变成360个月的payment了 我拿我360个月 乘以这个2048.43 我一下发现 我整个这三十年下来 我pay off我这个mortgage 花了73万7千434块8毛钱 如果我不refinance 我还不过348个月下来嘛 就29年嘛 那我呢 曾经原来的payment 2112.9 我花多少呢 我才花73万5千289块2毛钱 结果你看 我做你这个refinance 有多倒霉 我不但没赚钱 多付了2145块 对呀 我干嘛要做这个傻事 我坚决不做 听到这里的时候 好像很有道理 对不对 其实不然 当然没道理 这个道理呢 连CN News都 我记得2002年 当我第一次 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入mortgage市场 我过了半年以后 在进入的时候 我当时听到 我当时哈哈大笑 连CN News都会犯这种错误 何况是普通的人呢 对美国人 而且数学不是特别好的人呢 错在哪里 错在错误的参照系 就是说什么呢 你应该拿苹果和苹果比 你不能拿苹果和一个西瓜比谁大谁小吧 再大的苹果不如最小的西瓜 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道理 有道理呀 所以我们用Apple to Apple的比较 怎么比较呢 用两种方法证明你的计算是错误的 我的计算是对的 为什么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要记住 他忘了一个时间就是金钱 而且在时间的参照系点上不同的时候 这个利息的计算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先用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这样想的 你说我现在refinance我变成什么 如果我不refinance ok是什么样子 好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就这样 我refinance变成4.375了 但是我的比较呢 我的payment是 仍然按照我当年不refinance的 这个211块两毛钱 就是我这样比较下来嘛 参照系统 我keep同样的payment ok 虽然我refinance 但我keep同样的payment 你看结果是什么呢 发现结果是 我都提前了9个多月付清 然后我整个三十年下来省多少钱 20699块9毛钱 你看的是小数字 但是天下除了你爸爸妈妈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恨 无缘无故的爱 送你两万就699块吧 你说的对 很难扭到这种事情 对不对 如果这个东西还不直观 你说我还不直观 我就觉得好像就算不太直观 但是我们就用个更直观的方法 比如说好 你本来还剩下30年父亲 还剩下29年父亲 对不对 是的 虽然我refinance了 好 那我们现在还是我refinance完了以后 我也按不要按30年父亲 我按29年父亲 我看我每个月是多少的payment 你只要每个月付2082.78 跟原来的2112块9毛钱 每个月其实少付了30块1毛2 同样的时间付完 你发现你每个月是少付了30块1毛2 你虽然觉得这是个小钱 但是这也够两个人吃个大大的中餐了吧 对呀 对呀 所以我就觉得做贷款这种感觉 一定要会精确计算 所以我们公司我不好意思我给自己号称一个精算字 就是精确计算的意思 所以这意思的感觉就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你才会心跳 对不对 并且要计算的方法是对的 对了 有的时候就说呢 这话 就说哎呀怎么这么通俗道理没跟我讲 这有句俗话叫话不说不透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带漏的 我今天就打这个砂锅让大家漏一漏 哎呀 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实在让很多人呢都改变了自己平常错误的一个思路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贷款小尝试 所以在您要决定是不是应该要做refinance的时候 打个电话给精算子 他就用这个方法给您解释一下 所以事情一点就透了 一说就明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给我们对我们做贷款的人来说当前的大计 你就是看一下 如果你是fix loan的话 你只要贷款利息打个电话给我们 只要贷款利息比我们现在给你的要高的话 只要你现在的高 比我们哪怕低零点一二五 只要是我们给你的是no point no cost 一定要做 这是对fix的贷款来说 如果是arm的贷款 哪怕是同样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同样的 假如我一年前做的是这样的利息 现在一年以后还这样的利息 你说我值得做吗 当然该做 你本来你为什么做fire one 你就是为了占小便宜 每个月省点钱省点payment keep同样的payment 你本金降得快吗 那你想想 你要是不做的话 你只剩下四年时间了 我们现在又多给你五年的时间 又多出一年的时间 你不要看不起这小小的五年 也许最多的五年 就起着深杀语多的可能性 因为假如说现在经济一旦马上恢复的话 你四年 也许经济连好四年的可能性会有 五年的可能性 可能就把你的危险系数降得低得多得多了 所以一个是从时间的参数来着想 一个是按照现在就是黎明前的 黑暗前的黎明的这个参数来讲 都是值得考虑的 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 惠敏还有一个语重心长的建议 要讲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 对上次已经讲过 但是我今天真的希望大家再听一听 因为六月三号就是初选日了 因为上次我们讲 大家赶快去register 现在register已经过了 如果要有register的话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去选 因为没有votes就没有rights 记住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原因是华人这么强大的一个团体 有好多人说我们要打入主流 打入主流 其实我们华人都已经属于上流社会了 听起来我们的声音太弱太弱了 原因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起一个法案 就把我们给压得滴滴的 你想想我们最得意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脑子好 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孩子上个好大学 SA5这么严重歧视这个族裔 根据颜色来歧视族裔的上学的法案 居然就差点通过了 如果不起来反抗的话 虽然SA5暂时死掉了 但是很可能就会卷土重来 你要记住一句俗话说 别人打你一拳的时候 你虚防他一脚 再来出这一脚的时候 就可能会非常非常重了 所以当你打架的时候 别人打架其实打的什么 就靠一个气势 这俗话说的好 就冲的怕横的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只要我们华人 立得起来反抗 这个SA5就让他永远不可能再翻身 当然你不翻身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唯一可能的 我们现在就是必须 就是选啊 就要竞选发出我们的声音啊 对不对 所以记住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就为咱子孙争口气 这样的话 我们华人就会得到 永远会得到最公正的待遇 别人才会尊重你 团结到什么程度呢 原来根本都没有什么多大的声音 但这一次 你看看自从SA5出来以后 他们都起来反抗 就觉得这是 争取我们华人权利的机会了 当然有孩子的 就更应该就是为大家争取一下了 选谁呢 选贤语 不分主义 你不要觉得 他是什么就一定能代表我们 但是不代表 不能说 他是中国人就一定代表我们 他是一定亚裔就代表我们 你看看 不管是什么 你要看着他真正的思想是想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呢 当你就是每一个候选人的 他们做的一些什么事情 哪些能代表你 哪些不能代表你 我觉得这应该好好听一听 然后我今天要稍微讲一个 带出一个小小的感人的一个故事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什么 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而且是我们一个小校友 你知道吗 这么一个年轻的爸爸 他当时他的女儿要出生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为了这件事情 SFI为了选民登记的这个事情 这么多 就是已经忙了 忙得到 太太在医院里待着的时候 实在困得不行了 都不敢打一个盹 最后实在饿得不行了 去麦当劳买了一个汉堡 就这么十分钟的功夫 女儿出生了 你看看这是他最后一个孩子 现在虽然有一个儿子 但是这是女儿 最后的这几分钟 这个历史的时刻没有见证到 你想想本来都是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的 却没有见证到 这还不算 他这样一个工程师 他不分 就是不觉得对自己没有节假日 就是你看多出来的事情 你看孩子刚刚生 要有多少多少事情要做 对不对 每天上班 有这么这么这么忙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每个周末 所有的时间都花在 就敲每家人的门 就给大家 就给大家去影响 哎呀 我们这要应该 因为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了 一个三岁的儿子 扛在街上 星期六 跑去扫街 一扫扫三个半小时 忘了带水 粗心的爸爸 忘了带水 把孩子饿的 就是不要说饿 又饿又渴 渴得哗的哗哗哭 孩子实在受不了了 才带着孩子回来 可敬的精神 好的呼叫大家 六月三号的初选 一定要去投票 非常感谢惠敏 谢谢您 谢谢 听众朋友 今天晚上的节目结束 我是周乐 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跟您说一声晚安 我们明天晚上七点钟再会 拜拜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在晚间七点钟 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各项节目 今天是2014年的5月23号 礼拜五我是周乐 我们的节目开始 首先为大家报告今天美国股市的快讯 接着还有两段的精彩访谈 首先看一下周五美国股市是收高的 标普500指数刷新了历史的收盘的最高记录 第一次收在1900点的上方 Russell 2000的小型股指数收高了1.1% 终于收复了200天的移动平均线 美国4月份的信物销售是超过预期 在今天收盘的时候 道琼斯上涨63.19等于0.38% 收市是在16606.27 标普500上涨8.04 收于1900.53 涨幅为0.42% NASDAQ综合指数上涨了31.47 涨幅为0.76% 收市报是4185.81 在今天之前 道指盘中的最高记录是 2014年的5月13号的16735.51 收盘最高的记录是 5月13号的16715.44 标普500指数最高的盘中记录是 2014年的5月13号的1902.17 在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政府发布的4月份 Single Family House的销售业绩 环比增长了6.4% 经过季节调整化的总量 增至43万3千栋高于市场的预期 涨幅领先的是南部和中西部的地区的销售量 高盛公司将美国的第二季度的GDP的增长 从预期的3.8%下调到3.7% 美国在4月份的二手务的销售的数字 也上涨了1.3% 这个是在12月以来最快的增幅 也是今年首次的上涨 今天的股市的行情 是交易量非常清淡 因为这个长周末 下个礼拜一是阵王将士纪念日的假期 美股是收市的 接着我们就来听听 在数理化方面的专家 Johnson黄老师将要带给我们的最新教育的讯息 同时Philip Hu也由在General Agency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最新在市场上的各类金融产品 马上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在晚间七点钟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节目 我是周乐 现在让我来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从事数理化教学的老师Johnson黄 他在这方面的教学的经验已经有16、7年了 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今天来访问到黄老师 是要了解他在教我们湾区的孩子 实际的课程中呢 他到底有哪一些发觉 他认为来教孩子们了解更上一层楼的数理化 对他们的人生有多大的贡献 Johnson黄老师您好 您好 周小姐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您16、7年的教数理化的生涯中 您一定也是现在的心里面的感想很多 您觉得作为一个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的孩子 他们的数理化的成长的进步 对于他们在申请大学 对于他们以后在职场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这个数理化的训练在教育的生涯里头 会训练小孩子从小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独立思考的能力 也能有他有创造力和有想象力 创造力、想象力 因为这个有点像做艺术一样 有点抽象 但事实上就是的确是如此 就是如果说你思考的一些题目比较挑战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才能够果断的提出自己认为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的很快的方式 并且是正确解答的方式 其实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 不乏这些听众朋友作为家长 他们的孩子都是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都有 也许这些家长正在为孩子的数理化的学习发愁 那您有没有经过测试知道自己的孩子的智力是怎么样呢 那您是不是觉得为什么孩子某一些课程就是比较不理想呢 那么友好的数理化是不是需要有真正得到家长遗传的这方面的基因呢 还有在参加这种挑战性的奥林匹克的数学的竞赛 是不是要参加 那到底自己的孩子的智力能够经过江森黄老师开发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一一来替我们回答一下 这个题目就非常的多很大 综合您十六七年的教学经验来给我们做一个全盘的解释 因为这个竞赛性的题目比较有 当然是难度要高 因为他要找出高手出来 就像体育竞赛一样 一定会有这个竞赛方面就会很难度会高 因为大家都在这方面有积极的准备 同样的在这个方面在比赛的话 在树立化的比赛的话 也是一样 你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准备 但是并不是过去我们这一代在教育年代 一直做填压式的教育 也就是说大量做题 来解决 来满足 解答这些问题 这些房子只是填压式的 这会在我们现在这一代来讲 就是整个成长过程 往而是一个负面的 它变成不会让你有创造力跟想象力在里头 我通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谈到 像中国的文学这个长额奔月 就是很好的想象力 这个想象力并不是说 只有在文学上面有想象力 这个树立化的解题上面 你也需要有这种想象力在里头 然后同时也要有创造力 因为在这些题目里头 不像过去我们教育年代 这种填压式大量做题 那些题目都是一直重复的 很多家长看到我就大量做题 做到题目一看到就知道怎么做 这个竞赛题目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必须要 你看完题目搞不好都还不知道它在干嘛 你就必须要慢慢去找线索 哪一个一句话可以带出你的connection出来 并且要带出对的connection 对 而且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有想象力 因为这些思维是三度的 因为这种三度的空间 你就比较难去visualize 去看得到 那你就必须要去改变 那这就是一个想象力 还有创造力同时在里头 这个如果说你一直要用过去教育的模式 去套在这些方式的话 你会抹杀小孩子这方面的能力 你可能不知道你小孩子有这方面的能力 回答不出来的 因为他过去的教育模式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因为我题目给他们的是完全不同 你根本看不出来要怎么做的 不需要你很深的数学或是物理化学的深很深的知识 但是你就是看不出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家长看到这个题目就觉得很有趣 好 我们的观念里面都是认为 数理化是非常逻辑性的 学理性的 可是江森黄老师刚才提到 在过去的大量做题的填鸭式 并不是适合现在和未来的趋势 在学好数理化 必须要激发自己大脑的潜能 要改成有想象力 有创造力 这的确是有一点推翻传统的一个做法 可是您教出来的学生 有一个很鲜明 并且非常最近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今年的春天 江森黄的一个学生 被Stanford大学录取了 那这个学生的家长开始 根本都不知道孩子能够进这么样好的学校 因为他在学校的GPA 总成绩是很普通的 那为什么经过您的调教 经过您的激发 然后配合了现在的这种 您认为学数理化 最关键的激发大脑 有创造力 有想象力的 他可以申请到Stanford大学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例 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学生 就是因为家长看不出 小孩子有这个potential 但是呢 比如说几个例子 我们一般在做 比如说最简单 在小学做什么 最小功倍数 那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你在过去的经历里 就是一直做这种题目 对啊 但是呢 我换个角度 出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那你绝对 完全的不一样的思考 Oh my goodness 我说两个数的最小功倍数是1000 另外两个数是2000 另外两个数又是1000 你怎么找到这三个数 这个回头再找这个 这三个数 你从三个数去找 最小功倍数是很简单 但是我给你条件 以后回头去找这三个数的时候呢 那不是只有一个 是有很多个 你不要把全部都找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换个角度 一问的时候呢 整个就 这个颠覆的思考就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你要回头想 往回头看 那这里面就有很多思维在里头 你怎么去找到 这三个数之间的关系 它只有给你 每两数之间的 最小功倍数的关系 如何找到这三个数 全部都把它找出来 这就是在竞赛里头 这些题目就这么活 也就是说让你的思考方式 完全不改变 不会说一路的 一直在大量做 这个你大量做的 绝对是没用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在访谈中呢 我们有角色的分配 比如Johnson黄老师到现在 大家已经知道您的立场了 那我可以代表 我们这一辈的孩子的家长 那么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 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填鸭式的 一直做 一直做不停的练习 这些问题的解答 好 那我们再说这一个孩子 他在今年春天被Stanford录取了 他有没有在家长中 有好的数学的基因呢 看不出来 但是这个例子是 家长本身数学的能力 知识很深 因为可能他是有数学方面的 这个博士的学位 我不知道 但是你不晓得 不晓得 因为他有一次在 进来要揭晓的时候 看我上的内容的时候 他讲得出来 那我就知道他 不简单 不简单 有深度 因为他听得出来 我在讲什么的时候呢 表示他已经有到那个程度了 但是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非常简单的 理论是非常简单 但应用在解题方面 很难看到连结 很难看到连结 比如说 我们讲一个party 然后呢 有六个人 那至少 我们要证明 至少有三个人互相认识 或互相不认识 那怎么去证明 这个就 你怎么可能想得到 跟数学有什么关系 我到目前为止 听起来是跟社交和心理学 有一点关联 但是跟数学我听不出来有关联 这个当时如果说 用一个很简单的理论去讲的话 非常具有说服力 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个说法 讲一讲这个说法 这个就有点难度高 在必须要有图来说明 要有图解 对我只能说 因为在声音的话就比较难讲 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讲 我必须要用图一画出来 学生就很容易理解 我讲到这个例子就是说 本身这个学生并不是说 数学非常强 但是家长的观念是说 在这种教育年代 教育的机会 只有这个时候才有机会 做一些比较挑战的数学 可能他在就业以后 到职场以后 可能就没机会了 所以他就想说 利用小孩子有这种机会 让他在这段时间 做一点挑战 那他这个家长 怎么会挑到黄老师呢 这个是他一个亲戚介绍 那他亲戚的孩子 也是您过去的学生 对 这个家长呢 刚开始带的时候 也是别人介绍的 我对学生的家长介绍 他刚的时候呢 也是跟着课堂 跟着小孩子 一起跟我上课 然后他就知道 这个老师不一样 后来他才跟我讲 他带到晚期很多地方去上课 最后结论是 我是最好的 所以他才会继续介绍 我给他相关的一些亲戚朋友 您收的学生是从几岁开始 一直up to几岁 从最小的年级是会加减伸出 那这是几年级的孩子 大概二年级以上就有这个能力 二年级以上 就有这个能力 到高中生 到高中生 有的大学生会利用 summer的时候来找我 还要学 抑修因为像有机物理 有机化学就很多的记忆在里头 很多观念跟物理有关系 所以他就会先来跟我预修 所以您提到了预修 就是说这个孩子 想在真正开学之前 有一个很好的 very thorough的review 对 review 因为我们在过去念书的时候 老师一直强调 事先的预习 还有课中的听讲 还有事后的复习 对 所以预习是很重要的 就让以后正式上课的听讲 觉得比较轻松 比较易懂 OK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数理化方面 已经有16-17年教学经验的 Johnson 黄老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就回来 黄老师整合数学物理化学的 科学逻辑 培养出美国奥林匹克 数学国家队选手 以及申请到明大的机优生 更多的杰出教学成果 请看 huangtutor.com huangtutor.com 您的孩子在国家级的数学教练指导下 逻辑思考将彻底脱胎换骨 自信心从此建立 暑期数理化课程 6月16号开课 报名请速致电 408-686-9799 686-9799 顶级品牌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最完美的钻石 打造出散发极致亮光闪光火光的美钻 钻石象征恒久爱情 Hearts on Fire 是最佳首选 现在就立临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苗必达 昌新珠宝 欣赏全世界车工最完美的钻石 Hearts on Fire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便恰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Hi James 你搬新家了 听说房子抢得很啊 你是怎么买到的啊 这都是Villa和他的团队帮的忙 Villa先帮我做了pre-approval 他们是direct lender 可以自己放款 我的offer没有loan contingency saler很放心 我offer价并不是最高的 但还是拿到了 我们全家高兴得很呢 这么好的服务啊 他们收了多少钱呢 没有任何费用 我用他的服务已经十几年了 从long pre-approval 直到最后close Villa是最好的 我也介绍很多朋友给他 他们也都非常满意 要买到好的房子 你必须找到像Villa这样 专业诚信经验丰富的人才行 快快快 快把Villa的电话给我 Villa的电话是 408-307-5056 408-307-5056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Coleville Banker地产经纪 Alice Wang 我的团队多次组织中国看房团 拥有众多高端房产现金买家 如果你打算卖房 寻找listing agent 请找我 同时我们office有超过50个listing 如果您打算买房 我会为您拿到最好的价钱 我是Alice Wang 我的电话是 510-305-3568 510-305-3568 生活不如意 找Life Coach 红利 红利Life Coaching 关注普通人心理亚健康 提高生活品质 帮助您 追求幸福人生 私人生活教练 可以通过网络视频 电话 Email进行 详情请致电 949-527-6568 网站 www.hlifecoaching.com 今年 父亲节与母亲节 体验不一样的轻松 呵护男性与女性的健康与快乐 催眠体验 五折优惠 红利Life Coaching 培训 易经与人生培训 积极心理学 幸福课程培训 美国催眠师协会 催眠师证书 认证培训 奥深美股 美股第一免费电邮提醒 专注美股小盘股投资 百分之百免费 家居股 自提醒后上涨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娱乐概念股 自提醒后上涨百分之四百 提醒股 少儿经 网站注册 www.lshd.com alshd.com 提醒精神道苗 编辑端信 START到37284 免费热线电话 18009588561 德国名表 狼鹅 全新Green Lane One Moon Face 犹如微型星空结合 偏心表盘 和表场自制的完美机芯 长达72小时的动力储存 人手精雕细琢的机芯部件 万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e 昌星珠宝 诚职邀请您 亲临体验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江森黄老师您好 您好 在学生家长送他的孩子 到您的课程来的时候 我希望您的期望值 和家长的期望值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落差的 是 那这个家长的期望值 多半他们是把自己的孩子 认为数理化不够强 想要增加他们数理化的程度 或者是希望 improve他数理化的能力 让他申请到一个好大学 或者是他们是不是会对参加奥林匹克的数学竞赛 觉得有一点intimidated 而您觉得参加数学考试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 而是通过这个通道 而能够达到大脑激发的极致 是的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这些题目就非常的活 而且看的角度都会不同 所以小孩子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 他必须要做一些练习 或者是做一些训练 才知道说有些题目你怎么去找线索 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不是说一个步骤就可以得到答案的 而且很多步骤你必须要 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你必须要有判断 能够必须每一个步骤都是正确的 这个他以后发展 如果说他在开发某一个新的产品也好 或者是在研究某一个project也好 对他来讲不见得是数理化 而且这是逻辑上的一个根本 是 举一反三 对而且在这个方面他的信念就有 而且在跟别人的对谈 以及自己的思维 就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人家会觉得他讲话有说服力 而且不是人赢亦赢 就是人家说什么他就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有自己的判断力 就像我以前跟朋友讲 就说有时候小孩子回来讲说 人家跟他讲说抽烟很酷啊 我就说你自己要有判断力 如果说他经过这种的思维 他讲这个酷就非常简单 这个pure非常单纯 非常简单 非常的naive 太片面了 那当然你很容易去缓扑 如果说你有这种逻辑的思维 它可以缓扑很简单 你说抽烟 我说我不抽烟我更酷啊 对不对 所以你换个角度 I like that 这个在你的独立思考的时候 你自然的反应 如果说你不是这样的训练的话 你就是填钥匙 就是人家说什么是什么 哈哈哈哈 好江森老师 数学呢 往往都被称为是思维的体操 那我从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想象到见为之巨 其实那您认为数学是思维的体操 所有的人如果都经过了 学习数理化的训练以后 不管他以后做什么事情 他的思维呢 都是比较健全的 比较全面的 可以这么说 而且比较有有说服力的一个逻辑 更有说服性 对因为他有说服性的话 就表示他自己心里有底 他不会人鱼亦云 对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判断 而可以讲出一道他的思维 家长们实在是觉得说 我的孩子的数学只是普通 那我干嘛要让他去参加 奥林匹克的数学比赛 您不认为这样子 为什么 这个不是说 为了让小孩子的数学会更好 而且是让他 我刚刚讲了说 这个在有很多的创造 想象力在里头 而且逻辑很多在里面 所以他每一步 他就必须要有说服力 所以在我跟小孩子上个过程 非常吵的 就是说大家都在提出他的论点 当然他提出的论点 大家都会挑战他 为什么他就必须要缓驳 为什么他会这样思考 他要defense 对 当然如果说他的思维有问题的话 很容易被人家击倒 是 所以我在这个班级里头 大家都是走来走去 甚至会到黑板来跟我argue 非常欢迎 那他会提出他的看法 为什么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也有可能他指出我的错点 所以这个才是彼此计划大家的思维 这个教育的环境才会更健康 江森老师在您过去的16、7年的教学的生涯的经验里面 您当然是做老师的就是有教无类 可是作为一个家长的 他真的是要explore这方面的机会 让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数理化方面 是不是有这个基因 是不是可以变得更好 其实作为一个家长的 您自己也可能是有这样想法 这个是简单的 这个是非常直接的呀 没有错呀 对不对 那您在教学方面是有教无类呢 还是觉得您觉得要收智商比较高的孩子 对您来说是比较有意义的教学的对象 因为数理化在里面 这是每一个专业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taren 隐藏的taren基因在里头 但是不一定在数理化 不一定在这方面 所以对老师来讲 如果说要教这个小孩这方面的话 就比较challenge 你就要换个角度 要了解小孩子的思考方位是 方向是怎样 你要知道他怎么想 你能够带得出来 就像这个Stanford的学生也是一样 他的思维跟你不太一样 你不能说他是错的 但是你家伙作为一个老师 你要这个乐成 看出他的角度 你就能够很快的跟着他一起思维 但是您最后的Ultimate的一个目标 还是希望提升他的大脑的激发 但是最Primary的一个目的 从学生的家长来讲 就是他的数理化要变得更好 申请大学要更优秀一点 Right 除了这个会帮助他 因为数理化整个都是conceptual 绝对是观念的问题 而不是大量作题 这观念要完全非常清楚 而且而在做这些竞赛的题目里面 这是真正测试你的观念 有没有完全理解 而不是测试你是不是大量作题 这个在大量作题 观念理解上面 没有直接的结果 你大量作题会变成机器 只能应付考试 对 因为你一般学校的这种简单的考试 但是在这个数学竞赛 因为他必须要是 在很多的学生中挑出高手出来 因为他是比赛 如果说都是一般的题目 大家都是一样高分 就分不出高下 您为什么会有这种 觉得填鸭式的做题 并不是最好的教学方式 并且是要借着您的方式 来启发他们的大脑的潜能 让他们把这种conceptual的观念 然后就让他们的分数提高 升到好大学 这个思维方式是怎么样的 我一向不赞成就是大量作题的填鸭 这个不但是浪费时间 而且会压抑小孩 造成他会对这种知识的反感 是是是 而并不是说要照我的方式去教学 就是灵活的 我这样听起来就是 秉除一些填鸭式的 而是要灵活的建立孩子们 独立思考的能力 好 那在江森黄老师的课程中间 在历年来的教学的经验中间 给我们举几个参加数学比赛 还有申请名校 能够得到好的基优的学生的经验 跟我们分享 OK 如果说在这方面 就像你在某一方面有很高的Talent 那当然你必须要去参加比赛 才能够表现出来 人家学校才能够看得到 你这方面是一个强项 人家才会录取你 同样的 如果说数学 你参加比赛成绩很好的话 那大家学校当然会看得到 因为在各个学校都会有这个成绩 不管数学物理化学 一样 你在其他的科目 比如说在生物上面 或在其他的Computer Science 也是一样的 只要你这方面能力强 你要参加那个比赛 表现出来你那个成绩 那个就难度就很高 不管你是哪一方面 比如说你打羽毛球很强 你打到国际比赛的话 那你当然是大家都知道 那你用这一项去申请学校 对你来讲是绝对是Plus 或者我的学生在数学竞赛方面 如果说以这个学生的例子来讲 他并没有是考到最高级的 或是进入国家队 但是呢 他在第二段的考试里面 已经进入美国的前30名 即使他没有进入国家队 但是很多学校都已经接受他 而且主动找他 比如说经过Intel的科学奖 进入半决赛 就申请到MIT 另外一个学生 进入Intel的决赛圈 他就申请到哈佛 还有布朗大学的八年的医学科 哇优秀 几乎所有的名校都收他 那另外 本来有一个学生 他只是MIT的waiting list 但是因为他 在最后一年 Senior year 第二关数学竞赛考过 也就是进入USMO MIT就收他了 因为他有这个成绩 在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 在物理上面 进入你的training camp 这个学生 也在很多名校都主动找他 而不是说他必须要去申请 OK 因为这个例子实在太多了 而且不需要去 花很多钱去包装 只要你有某方面的 杰出的表现 那各种学校 这个先名校 你就很容易的进入 好的 现在暑假已经快要到了 作为听众朋友的家长呢 都想要积极的替孩子们 找一个合适的Summer Camp 我知道江森黄老师 也在6月16号开始 就有一连串的 数理化的Summer补习班 请黄老师来给我们介绍 这些课包括有 系列学生的思维 还有预修的课 佛明年度的学校 预修课 对 这个预修课 对 这个预修的课呢 并不是要把 下一个年度的课程 全部讲完 主要是 比较难懂的观念 会花在这段的时间里面 让学生彻底了解 这课程是为期多久 八周 八个礼拜 等于两个月 对 从6月16号就开始开课了 对 好 收的学生的人数 有的是到教室里面来上课 有的是韩寿 经过网站 我知道您的学生 有的都不在加州 对 有的都在东岸 还有在芝加哥 还有在德州 是 都有 还有在弗吉尼亚 很多 所以受到高科技之刺 人不必在加州 也照样可以来跟 Johnson老师学习 那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 参加 黄老师6月16号开始开的数理化的课程 他的教室是在San Jose 报名的电话号码是408-686-9799 408-686-9799 电邮是JohnsonatHuangTutor.com 他的网站是www.huangtutor.com 拼法是h-u-a-n-g-t-u-t-o-r.com 今天的时间到了 非常享受跟您的访谈 谢谢您 谢谢 听众朋友 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之后我们就来 请大家继续收听下半场的访谈 马上回来 黄老师整合数学物理化学的科学逻辑 培养出美国奥林匹克数学国家队选手 以及申请到明大的基优生 更多的杰出教学成果 请看huangtutor.com h-u-a-n-g-t-u-t-o-r.com 您的孩子在国家级的数学教练指导下 逻辑思考将彻底脱胎换骨 自信心从此建立 暑期数理化课程 6月16号开课 报名请素质店408-686-9799 686-9799 好消息 内克尼 尼校长在森本特尔开设一家 全新学习中心 IVGO长春藤补习 湾区唯一一家 融学习技巧于课后补习的学习中心 不仅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 而且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 保证40小时提高一个年级 薪止开业 报名者可免费试学4小时 IVGO长春藤补习 位于Hillsdale Mall附近 报名电话650-235-4198-235-4198 加音理财 理财加音 省税策略终身收入 生前利益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长期护理 投资型年金最低保证利率7% 请致电408-839-8596 839-8596 www.golili.com 江宇应教授把儿女送入 长春藤大学 又创办长春藤指导 将自己多年的入学辅导知识和经验 帮助了很多华人子女 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名校 长春藤指导的SAT奇异突击法 神速突破SAT 使学生的SAT成绩猛增300分 长春藤指导负责大学申请的全部过程 江教授是美国国家大学 入学辅导委员会资深会员 也是美国大学董事会的SAT 作为乐卷人 要进长春藤请找江教授408-982-3425 982-3425 Frank刘加州第一全美第一 28年房地产专家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住宅商业地产 投资房写字楼购物中心酒庄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刘408-313-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Frank.刘88 at Yahoo.com 亲爱的湾区朋友们 夏天到了老赵川菜馆 本月隆重推出 成都风味宵夜小菜 呛藕片 拌土豆丝 虎皮尖椒 青椒玉米 卤凤爪 卤鸭掌 干点苦瓜 麻辣鸭脖子 凉拌猪耳朵 荷叶西饭 绿豆西饭 老赵川菜馆 夏夜美食等着您来哦 老赵川菜馆 位于400号 马菲布洛瓦 Montagneau 定位电话 650-262-9728 650-262-9728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到 本公司买屋买屋集贷款 利益两体才一 拔整体积 买得低 买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准选 喜新 梦里香 金算子买屋买屋集贷款 一步到位买卖 这几时贷款开心 真可谓 贷款做得好 全名数学呢 买屋买屋 金算子出奇招 惠敏博士毕业于清华 刘雨时代表 变导成算过目 或详意加州 510-353-0855 或君基隆.com查询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的 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邀请到的嘉宾 叫做胡振国 Philip Hu 他是总公司 在洛杉矶的 Trans-Pacific Financial的 创办人 同时他在我们矽谷湾区 也有两家的分公司 在全国一共有超过 十家分公司 工作的内容是 保险和年金方面的 General Agency 让我们来欢迎 今天的嘉宾 Philip你好 周乐你好 矽谷华人听众 大家好 Trans-Pacific Financial 在矽谷湾区 已经有两家的分公司 在保险业界 在一般的消费者群中 已经到贵公司 是从南加州上来北加州的 介绍一下贵公司成立于何年 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好谢谢 我们公司成立在1994年 在南加州开始成立 我们主要的业务的对象呢 是service所有的保险业的agent 我们当他们后面的support 目前呢 我们在南加州 总共有四个办公室 北加州我们在两年半前 在Fan Jose开我们第一家office 今年1月1号 我们在Fremont开了我们第二家 我们主要的对象呢 是说服务所有的人寿保险的 independent agent 我们直接代理 四十几家保险公司 我们是这一方面的 最强的support 非常清楚了 这个是通常来讲 以年纪为做一个区分 为什么用这个主题呢 因为人生呢 其实就像一场球赛一样 我们通常在45岁跟50岁以前呢 我们是叫上半场 45岁跟50岁以后呢 叫下半场 就像我们一个篮球比的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喜欢打篮球 所以我们用这个做比喻 当然我们通常在打篮球的时候 上半场我们可能以进攻为主 中场休息的时候 万一我们这个时候 中场已经领先了 领先了一二十分的时候呢 那我们下半场的打法 跟上半场的打法 应该有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 也一样 就从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年纪比较轻 我们以冲为主 然后呢 然后结了婚 成了家 三几岁的时候 这个是以家庭责任 保障 然后尽量以最少的钱 能够做最大的用途 如果这个时候投资的时候 也会比较aggressive一点 当market生的时候 我能够以时间来换取 可是到了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考量的又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呢 到年纪大了以后呢 有级五十岁以后 小孩子如果已经上了大学 我们顾虑的就说我们的退休了 除了退休以后 我们可能还有退休以后 还有万一人生病了怎么办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我们如果退休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的时候 考虑的时候 常常是不是保本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们辛苦了一辈子 存了一百万的退休收入 假设我们希望每年 拿个百分之五出来用 等于是五万块钱 可是如果我们还是很冲 到了一下碰到市场大跌的时候 一百万变到五十万的时候 如果每年还要拿五万块钱的时候 那个比例就从五个percent 变成十个percent了 这个时候你的钱就会 一年十个percent这样拿的话 你的钱可能会越拿越少 当你越拿越少的时候 你拿的钱的比例就会变越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想 如果到了另外一个时间的时候 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是不是保本又是一个 很重要的话题 再加上我们年轻的时候 比较不生病 年纪大的时候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讲说 比如说有一些像长期护理 这些的费用 而这些费用呢 很多我们当初年轻的时候 预想不到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保障 我们通常来讲 年纪大的时候考量的方式 跟年轻的时候 有不太一样的趋势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讲 是不是我们在根据 年龄的分别的时候 我们有在不同时间 要做不同时间的规划 听起来慢慢的就有趣起来了 这样子说 Philip是不是在人生的上半场 以进攻为主的的时候 事实上以大多数的华人的朋友 来移民美国的来说 在年轻的时候 从学校出来 手头还是没有什么钱 但是如果找了一份工作 如果说自己的配偶 也有一份工作 一个家庭有双心 可能他们最先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自己买一栋屋主自住屋 如果说行之有余 他还有余钱的话 他们总是会想去买一个投资物业 这个时候呢 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抉择点就来了 您认为是应该为自己 在有一点能力 并且趁自己的年轻的时候 对于自己的人寿保险 或者是年金 来做一部分的投资 因为现在的人寿保险 跟过去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目的 是完全都不一样了 到底谁轻谁重 在这方面 可不可以很诚实的告诉我们一下 您的观点 好 保险呢 在这几十年呢 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尤其过去十年来讲 过去十年来讲呢 保险呢 其实一个人寿保险跟年金呢 他们在很多地方用途不一样 我等一下会再跟大家来解说一下 这中间主要用途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人寿保险呢 很大一个重点呢 就是说 它本身呢 事实上除了有提供保障以外 它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还有不同的好处 举个例子来讲 从所得税来讲的话 其实人寿保险如果设计的好的话 它可以当作一个 税后的一个很好的投资 因为成长的时候 人寿保险有比很多其他投资工具 都有更大一个好处来 因为美国政府要鼓励大家买 人寿保险来保障自己的家庭 免得造成社会的负担 所以它给人寿保险很多税上好处 比如说它今天里面的成长 它可以缓税 然后将来有机会用它的一些 loan provision呢 可以把里面赚的钱 也可以拿出来用 而且可以完全做到 income tax free的好处 但这些好处呢 来讲呢 说对很多在西股的一些 工程师来讲 可能将来也是一个规划的工具 做一个退休规划的一个工具 加上呢 现在另外一个走势呢 就是讲说 人寿保险很多人 以前在想的是说 我人不在了才可以用得到 现在呢 也有说活着可以用的保险 但活着可以用的保险 它主要的用意呢 就是把整个人寿保险的理赔呢 当作一笔钱 你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来用 而不同的情况下来用的话呢 这里面可能有得了 cancer heart stroke 或者long term care都可以用 这一类的困难 现在也越来越多 有不同的公司 那我们常来讲 哪一类对不同的年龄的城市 是最适合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常常说年纪比较轻一点的 他希望这份的保单呢 可以再能够带来储蓄的好处 然后呢 可是呢 我碰到cancer heart stroke的时候呢 对我的家里的经济影响很大的时候 我也需要这样的保障 可是对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讲呢 这一类的保险 不见得那么合适的原因 就是说 我主要的重点 可能在长期护理的 需要的比例比较大的时候 如果我希望呢 所有的死亡理赔 都能够拿出来用的话 那这一类的人适合是买什么样的产品 所以有不同的公司 有不同的计划 对人寿保险来说呢 我们通常来讲 一般人寿保险呢 很多人说 我们有五个重点 除了死亡理赔以外 看每一个人对他这份 这五个重点里面 哪两三个特别重要 比如说有人觉得 比较便宜一点 又能够存cash value的 比较重要 这是第一点 或者呢 他可以做maximum retirement income 第三个呢 他希望有活得可以用的 living benefit 那第四个呢 我希望能够有peace of mind 能够guarantee death benefit 或者我说 我希望有guarantee cash value 这里面不同的方式呢 每一个人因为看的 所要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如何帮他design 您刚刚问到的 所谓年金的问题的话 我说年金其实又是 一个不同的概念 因为保险 它的虽然有税的好处 可是呢 它在有些情况 比如说它不能在 retirement plan里面 像IRA啦 或SAF裡面来去买 那这一类的话 还有呢 所以呢 这一类的话呢 可能以年金为主 因为年金呢 最大的好处呢 它可以在 退休规划的planning 或者自己去买 它的税的好处 虽然没有像 人数保险一样的这么大 但是它有它的好处 比如说是缓税 但是现在年金 最大的给人提供的 不再是说 只是说涨多少 或能够抗跌以外 它现在最大的涨好处 能够是能够provide guarantee lifetime income 我可以把这钱放进去 我可以算出来 我这一辈子 每一年最少 可以拿多少钱 现在这种guarantee lifetime income 反而是一个 年金的一个主要的卖点 OK 所以我听到 Philip讲解的这些重点 就是人数保险 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碰到 一个保险的经济 他在跟我谈 人数保险的时候 并没有对我提出 五大的问题 让我告诉他 哪个是对我最需要的 而是一跟我见面 就把他认为 我应该要买什么样的产品 来介绍给我 这个原因何在 好 我们通常来举一个东西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今天如果要去买车子的话 那你今天是不是说 你今天进去 然后这个salesman 一出来跟你讲说 我只卖八缸的车 或我只卖minivan 其他车我都不卖 我只跟你推荐这个东西 这个我就觉得是不足的 对 今天来讲 同样的你今天去 你买房子的话 如果房地产agent说 我只卖三个bedroom房子 我只卖apartment 我只卖这个 我其他都不卖 这个我也不舒服 对 可是呢 常常来我们在财务 或者人寿保险 这个方面来说 大部分的agent 在我认为 有一个大概的通病 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认为 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他believe的东西 或他所自己知道的东西 他只学了这一个东西以后 我就拿这个东西呢 去往客人身上套 今天不管是 不管是ABC 甲乙丙丁 我只要就通常就一贯 这就是我要卖的东西 往你身上套 你应该怎么样往身上套 其实我觉得 人生保险最可惜的一点 尤其一个好的agent 最大的一个重点是说 我应该替客人来设计 他所需要的 而不是说 把我知道的或喜欢的 往客人身上套 我们常常来讲 做任何规划 应该是by design 而不是by default by design 而不是by default 这个我也完全同意 可不可以交给我们 如果今天我们是consumer 我们怎么样知道 我们碰到的保险经纪人 是适合我们的 他是又知道 保险的最完整的产品 也知道要尊重我的需要 来替我设计一个呢 好 今天来讲 我们比较喜欢的是什么 通常来讲 如果第一个 在现在的美国的趋势 尤其各资讯的 比较发达以外 现在来讲 没有一家保险公司 有所有全部好的产品 那每一家公司 都有它的强项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今天如果想要找便宜 又能build cash value 我可能会去找哪一家为主 我今天要找living benefit的话 我可能会去找 哪一家为主 我今天希望guarantee death benefit的话 我可能做什么样的规划 今天我常常来讲 就是说 如果只带领一家公司的 保险经纪的话 他因为授予他自己的限制 所以他可能 在任何情况下 都以尽量推他公司的 产品为主 那我们的觉得是说 因为现在资讯发达 各个竞争也比较多的时候 尤其矽谷的人 都比较高知识水准 比较多的人 他更能够上网 去找到一些资讯 所以如何能够给客人 不同各种不同的选择 这样有不同的选择的话 而可以客人设计的话 才是一个比较好 在我认为是一个比较 能够称职的一些agent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总公司在洛杉矶 Trans-Pacific Financial的创办人 Philip Hu 胡振国 主题是人生下半场的规划 那显然是跟上半场的规划 是要不同的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Focus on 人生下半场的规划 应该从哪里着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险 和年金的General Agency 代理超过30家知名保险公司 在全美有超过1000名保险经纪 公司总部位于Arcadia 并于City of Industry Torrance San Jose 及Las Vegas 皆有分公司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专业的培训及高用金 泛亚一定可以让您的事业再创高峰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团队 电话888 831 8868 买卖房产是大多数人 一生最大的投资决定 找一个不仅了解房产市场 也熟知金融投资市场的顾问 来帮助您把握市场动态 做一个最佳房产投资决策 才是个明智的选择 Sophie Shen是极少数拥有 注册金融分析师资质的房产经济 精通房地产贷款和金融行业 各种类别及情况 及信心经验诚信耐心于一身 请与Sophie Shen联络 电话408-799-2558 或查阅Sophie的 siliconvalleyhousingpost.com 是因为 You deserve the best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 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炸谈详情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假作 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Philip胡 胡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周乐 你好 然后湾区的朋友大家好 好 既然是人生下半场的规划 到底应该以什么作为focus 作为主题 好 人生下半场的规划 我们常讲生老病死 其实生我们赶不上 但是呢 我们希望在老的时候呢 老的没有恐惧 生病的时候 也因为不必担心 能活得有尊严 人走的时候呢 留给子女的是无限的怀念 而不是一大堆麻烦 所以呢在上半场攻了以后 下半场我们主要的重点是说 如何在我们的投资上能够有一个最完善的一个基石 就像我们一切要建在磐石上 所以呢在我认为呢 所以在下半场的时候呢 第一个如果我能够有保证一辈子的收入 台湾叫终身凤 在美国像pension payout的 有一部分的钱是从pension payout 或者像台湾所谓的终身凤的方式进来的话 当我们做任何投资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不会有那么样大的紧张 第二个我们可能在长期护理看护的话 要做一些好的规划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生病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很多medicare不cover的东西 为了这个要花很多钱 一般在东方人的观念里呢 长期护理呢 丹麦的长期护理不符合东方人的概念 为什么 第一个它比较贵 第二个它要付一辈子 最糟糕的是说 当你走得早走得快走得早的话 时间走得早的话 你还没有机会得到赔偿 所以呢现在的一个新趋势呢 反而一些combo的plan 没有鱼业有虾的plan会比较合适 combo的plan就是都综合在一块 福利都在一起了 对 有些时候呢 可能是有CD的alternative 有些是life insurance alternative 所以有不同的规划 不适合不同的人 那下半场的重点是以 如何能够把我income保护住 我的生病的时候的费用的保护住的话 这样的话 我这为基石在其他做任何的投资的话 我不会因为在不该做错决定的时候 来做不该做的决定 如果说人生上半场冲得太厉害的的时候 我们就用45岁50岁作为一个准则 也许就应该想一想自己下半场的时候了 也许自己的自住屋已经买好了 孩子的教育费用也大致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可得要替自己和配偶来仔仔细细的讨论一下 自己人生下半场的规划 我们经常在一些场合中 也不乏都认识到有保险的经济 听这些经济讲起来是头头是道 但是介绍给我们的产品 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产品是适合我们的 如果它是代表某一个公司 是不是作为您这样的general agency 比较能够涵盖所有美国好的保险公司 可以把更完整的资料来介绍给我们 同时作为一个general agency 是不是要经常的都在训练 在continual education来训练你们的agent 让我们这些消费者才能得到最大的benefit呢 就像我以前讲过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来讲 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以直销店为主 可是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比如说你今天想去买一个电视 可能觉得你知道如果你送你的直销店 买还是你到best buy costco去 有多一点选择性 我喜欢多一点选择性 因为多一点选择性可以比较 而且比较适合你需要 而在人数保险最大的好处是 同一家保险公司 不管你跟任何人买都是同一个价钱 所以如果你能够有多代理一些公司的时候 给客人完全一样的选择的时候 更多的选择的时候 而且他对这产品也就比较有客观性 他不必说一定是因为老王卖瓜 非说这家瓜好的条件了 所以在我认为能够给客人能够多一点选择 可以用客人的立场来角度 来挑选产品的话 这样子做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什么样的agent可以称之为成功的agent 成功的agent 当然除了很会替客人着想 服务很好 然后对产品很了解 这些最重要的时候 能不能真正的能够带领很多产品 真正的替客人设计 除了我们其他的一切的一切所有的问题以外 最重要的是说能不能真的替客人着想 能不能真的来替客人着想 OK 没错 能够自己知不知道外面有哪些东西的比较 然后呢 知道每一项好坏的差别 然后能替客人真正的设计一套客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常常强调的 那我们公司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呢 因为在这些方面是算是很强的 我们提供agent很多各方面的不同的训练 而且我们代理这么多公司 我们都已经把这些东西研究好了 能够告诉agent说 在什么样情况下 应该适合哪一类的产品 比如说客人比较觉得budget对他很重要了 他觉得他喜欢budget低一点 但是又能够带living benefits的 或者我觉得客人有人说 我希望我能够用理学人能够最上的好处 最大的存钱 在哪一类的公司 哪几家公司在这一类的话特别好 所以呢 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好了以后 对agent来讲说 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如果一般agent能够跟我们这样的general agency合作的话 会让他省很多事情 而且呢 因为我们把后面的工作 寻找产品工作 过滤这些东西的training 都已经做得很完善了 这样子的话 他们只要专心在前面打仗 专心替客人设计的话 即使有任何问题 在问问题 我们都会帮 我们的staff都会帮客人做完善的design 这样子的话 可以能够帮助好的agent 更能够如虎添一 这也就是说我们 除了本来office在南加州 我们南加州有四个办公室 那我们在北加州 为了服务北加州华人的agent以外 所以我们特别在San Jose跟Fremont 都有我们的local office 来服务湾区的这些保险的agent 我们非常欢迎这些agent 能有机会跟我们聊一聊 看看现在外面的一些变化 还有我们能替他们做些什么 对 您觉得作为一个general agency 您负的责任 就是提供最完善的产品 同时还必须要给agent最大的support 通常他们最需要的support 是有哪一些 通常呢 他们去年呢 Limra就是保险协会 他们做了一些study 他说在所有外面independentagent里面 通常问他们最需要的什么是什么 40%也是最大项的 就是他们需要训练 因为呢 大部分的agent呢 他们就做的时候 最糟糕最糟糕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训练 对他们对产品 对外面市场各方面的情形 他们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呢 他们很多事情要很多自己去study 自己去比较 所以到后来变得很辛苦 而且他们时间上花的东西 看的东西 就他们发觉他们有些study的 还不一定是完全是对的 那我们的好处 因为我们既然带你这么多公司 我们每一家公司的产品 我们都很熟悉的话 我们可以做的比较 我们有足够的人力 加上我们足够的资源 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做得很好的比较 这样的话 才能够真正的带给agent的后面 很强的support OK 我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有agent 对于Trans-Pacific Financial 非常的有兴趣 有没有一个电话号码 可以在我们矽谷湾区宣布的呢 是的 我们有一个408的电话号码 我们有我们的电话号码 在湾区的电话号码408-538-3188 408-538-3188 刚才听到Philip曾经讲到一个 我听起来还蛮重要的话 其实我也realize 美国的政府越来越穷 美国的budget也越来cut的越少 人民的福利呢也越来越薄了 因此政府非常欢迎 每一个消费者 每一个国民呢 都能够承担一部分将来自己的 long-term care的费用啦 或者是自己有重大疾病 在medical insurance不包括的地方啦 这些呢 他都非常鼓励民间自动投保 人寿保险或者是年金 就可以自己在有需要的的时候 把这笔费用由保险公司来代替 这个人寿保险跟年金中间的 重要的不同点 我们想请Philip用一分钟的时间 来给我们分辨一下好吗 好 人寿保险呢 以前的做法就是怕人活得不够长 年金就是怕人活太久 哎呀 相反的 相反的 对 那后来呢 因为加上一些不同的变化 人寿保险呢 它一些税数上好处 事实上人寿保险也就变成了一个 退休规划很大的工具 因为它可以提供的税上的好处 比年金还大 只是呢 它的需要 因为它有保险的关系 所以它有成本的关系 所以在通常我们用人寿保险规划呢 来做退休规划的话 如果做退休规划啊 适合大概至少有10到15年以上的时间 10到15年时间的话 它的税上的好处才能真正的发挥 那如果年金的话比较适合 以及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保险成本比较贵一点呢 它又希望有点guarantee income 或者它可能三五年要拿钱 五年 十年 或者是 或者我希望有一些guarantee lifetime income的话 这一类的情形呢 它比较适合年金的投资 再加上呢 可能有一些像Aira啦 41K Rover这些东西的话 保险是没有办法做的 所以根据年龄 根据需要不同 有些时候事实上 保险还比年金合适 有些情况年金会比保险好的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看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形来设计 通常年纪大一点的人 这样需要时间比较短一点 需要量比较大一点 或者一笔钱的话 年纪比较适合 那年纪比较轻一点 希望每一年 每个月每一年存一点钱 然后做一点长久一点的规划 保险比较适合 哦 非常感谢Philip 我们听得非常的精彩 作为听众朋友的您 冲着这个主题 今天的时间 spend真的是非常的 有收获 Philip 非常感谢你 祝你晚安 谢谢大家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品尝